好的,大家好,这边是中文投资网分析师Jackson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本周大盘的一个表现 首先我们今天大盘出现了一个通高回落的一个行情 那么相信之前也有跟大家提醒到 就是我们越往上涨越靠近这个上一轮高点 就是上一轮22年8月份高点的这个位置呢 其实压力是越来越重的 这个位置的突破是没有那么顺利了 但是呢我们现在大盘在周五的这一轮下跌里面呢 暂时没有去打穿一些比较关键的支撑位 比如说13300 比如说标普的这个4100 而标普呢甚至是在这个日内的一个低点啊 4112附近啊 是找到了昨天的一个小双底 所以呢我们目前的整个大M头呢 是没有出现一个破位 两个指数都是 那昨天走的比较弱的一个道指的 今天也是微微的收了一个 0.18的一个跌幅 所以说我们目前还在咱们的这个 区间里面去波动 但是我依旧还是不太看好后市的一个行情 呃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美元一直维持在低位 那今天的这波回调的主要一个原因还是美元反弹了啊 今天也是终于是弹上去 然后一天都没下来 然后国债的收益率也走高啊 给到了大盘一定的一个压力 那比特币呢 我们之前也是说持续的去中长期看跌 包括两千块钱以上的一个黄金 好吧 咱们都是对这些比较风险高的一些产品呢 都是比较呃看空的 因为美元持续在低位的话呢 呃相当于是利好的黄金和比特币 但是一旦美元开始反弹 避险情绪开始升温的时候 像比特币对高风险的一个资产呢 估计就变得不太受欢迎了 毕竟我们现在直接把现金存进银行 无风险的一个收益率 也至少有5%以上 对吧 我们年化呢 也是百分之大概5.1了 现在在这个长期存单里面 所以往上走的话 是对就是这个美元啊 上走的话是对这个 包括纳指里面一些高成长 包括毛票啊 包括这个RTY里面的一些高成长的股票 都是不太友好的 其次就是黄金啊 黄金本身不能啊 本身从逻辑上来讲啊 是不能去作为一个啊 避险或者抗通胀的一个资产呢 毕竟你长期持有黄金的话 是没有办法说有这个啊 利息的收入啊 包括我们这个呃 对美元的一个呃表现呢 也是走长期的一个反向趋势的 所以讲道理啊 在行情不好的时候 或者接下来 如果这个大盘开始走低的话 美元估计就是这个现金啊 才是我们比较合理的一个选择 那所以黄金呢 在2000块钱以上 走到了之前的一个呃 两年高点吧 大概是2089啊 上次是尝试冲了一下这个位置 2085走到这个位置呢 固然是没有呃 那么吸引了 好不好 是偏贵的一个点位 所以呢 即使在期货的一个表现上 依旧是多头的行情 目前只是回调 2000块钱也有一个大支撑 但实际我们向上的一个呃 这个收益率啊 这个这个预期也不是特别高啊 可以说这个风险溢价的这个盈亏比 不是特别的呃 吸引咱们把钱放进这个呃 仓位里面 好吧 那其他方面的话 今天的vix也是小小的拨动了一下 但最终还是收低 那标普十一个板块里面 随着这个呃 排报啊 走完了 那我们的这个分化呢 也逐渐是呃显现出来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标普今天啊 今天本身收跌的一个状态呢 是凭借着最后一个小小的回谱啊 估计我也是觉得这个空头不太愿意 带太大的仓位过夜啊 然后有一个缩量的一个回补 回补上来了以后呢 最终我们有几个板块都是微微收了个涨幅 没有任何一个板块是超过百分之一的一个涨幅啊 基本上呃都是比较萎靡的一个状态 那标普目前的一个收盘价也是维持在了430附近 那向上的话4150是咱们的一个短期飞波那气的一个阻力 所以如果呃站稳了4150我们倒是可以去看反弹了 如果4150一直不迫在这边去横盘的话 那我觉得在这个后面的日子里面啊 这个标普横着横着这个均线可能就会拐头向下了 因为我们的这个呃大的一个小M头已经做出来一半了 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价格维持在高位的话 我们一直被这个40004206的这个两年线压着的话呢 这个均线拐头也只是日时间的问题 而且最近的三天下来 标普每一次的反弹的点位都比前面要低 那目前是一个lower high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所以呢这个呃固然还是风险比较高的 好吧那希望大家在接下来行情里面呃 注意好自己的一个风险 呃控制注意好自己的仓位和头寸 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这个 呃会员群甚至来看一下我们每周五盘后的一个 呃直播 那我们呃感谢大家的一个观看 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